北市88会馆负责人郭哲敏涉及洗钱,组织犯罪等相关案件,日前法院才准让他5000万元交保,并佩戴电子搅环监控。 检方不服,提出抗告,高等法院审理后,6日下午裁定撤销交保裁定,发回新北地院重新裁定。 新北地院今日下午重新开生压庭,郭哲敏与同案被告张旭生接到场,两人穿着轻便,不发一语直接进入新北地院。